好 欢迎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小城与房东的主要分歧 就存在于退押金和租金的问题之上 那么好了 曾仁 在小城因为自己的原因 要提前退租的情况之下 这个房东也就是人某 以各种理由拒绝给小城 退还押金和租金的方式 是否合理 好 就这个问题 我向大家解答一下 本案中的这个押金和租金 是否应当退还 以及退还的数额 主要取决于双方在租赁合同中 对违约责任的约定是否合理 以及小城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根据报道 小城是在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内 提出的退租 那么如果事先并没有与房东 协商一致解除合同 小城单方退租的行为 构成了违约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84条 第585条第一款的规定 小城应当支付给这个房东 因退租造成的损失 以及根据合同约定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也就是说 但这个合同细节来看 向甲发 也就是向咱们的房东 支付违约金 即一个月的租金 押金不退 这么一个结论 又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85条 第二款的规定 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予以适当减少 虽然小城构成违约 但如果依照合同约定 应当承租的违约金过高 那么小城可以要求 这个仲裁机构或者法院 适当调整 达到一个符合标准的比例 咱们说法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 超过造成损失 一般是30%的 小城可以要求调整 对 要求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来进行调整 仲裁机构可以 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数额 但并非是应当减少 是可以减少 可以减少 并不是应当 至于法院如何来处理这个结论 得考虑整个案件的 合同旅行情况 包括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预期利益等等因素 来综合决定 最终办案中 房东应当退还给 成长多少的费用 那么这么看来 小城和房东人某 是因为对法律法规的 不太熟悉 还有这种不了解的情况 才在退还押金上 就产生了一种分歧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我觉得双方还是有机会 去和平解决这件事的 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却把整件事情 谢谢大家